欢迎回来,我是AmC 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来玩一款Steam刚刚上架的新游戏 《征服之歌》 到目前为止 他已经拿下了Steam92%的特别好评 那么关于他的玩法 其实一句话就足以概括了 那就是英雄无敌的精神续作 之前出了一款小游戏叫做《英雄之石》 也是一个类英雄无敌的玩法 但他的战斗和英雄无敌不一样 是即时作战 而这个《征服之歌》就回归了英雄无敌的经典玩法 就是回合制作战 即时战斗和回合制玩法 我不知道大家是更喜欢哪一个 对于我个人而言 其实都行,都可以从中找到乐趣 无所谓的 而有所谓的事情 就是大家如果看完了这一期《征服之歌》的视频 觉得游戏还不错 想继续看下去的话 一定不要忘了点赞三连 让我知道 这样的话我更新也会更快速一些 这个游戏我自己已经是玩了若干个小时了 对它有了一定的了解 包括这个战役我也是稍微打了一下 不过我感觉做视频 还是要玩这个小规模冲突 也就是自定义游戏 选一张图 然后选势力 不过在正式开始之前 我们要先看一下这个游戏的四大派系 也就是亚利昂 洛斯 巴里亚 和拉娜 这个游戏和英雄无敌不一样 英雄无敌是以种族来划分不同派系的 而这个游戏是以势力来划分不同派系的 比方说第一个派系 亚利昂 它就是一个人类和精灵的混搭种族 人类方面有民兵升弓兵 弓手升弓箭手 游方艺人步兵骑士 骑士可以升到铁骑兵等等 那么再往下的话 就是精灵系的部队了 你看有这个公养战士 可以升到女王守卫 法业精灵可以升到法业怒灵 法业贵族可以升到法业女王 最后还搭上了一个弩炮 第二个派系 洛斯的男爵领地 这里就相对来说纯粹一些 就是偏亡灵的 第一个你看有老鼠可以升到瘟疫鼠 他们只是老鼠并不是鼠人 誓约束缚者可以升到军团兵 持盾棍步兵 异教徒可以升到誓言歌者 提供有方的buff 亚利昂学者可以升到亡灵法师 为我们的这个英雄充能 石荒海谷可以升到厄运海谷 可以召唤单位等等 幽灵可以升到恶灵能增强周围的友军 军团可以升到高阶军团 保护周围的友军 最后还有一个附身者 就是召唤出来的丧尸了 同样也是有个弩炮的 那么第三个派系 巴里亚就更加复杂一些 你看他这个像谁 是不是偏向哥布林 绿皮 地精 这个方向 但是你看他第二个部队 你看突然就变成了一个人类的姑娘 然后这个人类姑娘升级之后 老练之后 好像又变性了 当然也可能是个女兵 总之性别不是很明显 就不是哥布林了 就是人类了 我们再往后看 这个火枪手 看起来好像挺常规的 对不对 但一旦升级到了老兵火枪手 是不是有一种咖喱味 有种印度火枪兵的感觉 再往后看 这个恶犬的话倒还好 比较的常规 再往后 黄兽人 看到这个派系 还是更加偏向于绿皮一点 对不对 有哥布林 有兽人 再往后看 弓匠 能弓巧匠 能够放置地雷 打造武器 好家伙 他还融合了一部分矮人 然后还有这个萨萨尼提 你们能想到谁 是不是想到了鼠人的死亡大师斯尼奇 所以说这个巴里亚的话 就比较复杂 它是一个很多种族的融合品 在这个派系里最后掏出来一门巨炮也是很可以理解的 地狱之西 升级之后是地狱咆哮 有点混沌大炮的意思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一个派系 拉娜 这个派系的话相比于上一个就相比来说好一些 比方说第一个猎手 他就是一个蛙人毛兵 当然你要是愿意叫他灵溪毛兵也是可以的 第二位萨满 这就是一个蜥蜴人的萨满了 蛙人守卫 一只大蛤蟆 那么从这几个兵中你就能看得出来 它是比较偏向于战水蜥蜴人的 但是它还有一些兵种 比方说爬行者 它又比较偏向于英雄无敌的沼泽派系 所以说这个拉娜的话 我就愿意把它视作为沼泽加上蜥蜴人 我们再往后看这边有雷骨者 这个雷骨者的话又有点像什么呢 像绿皮那个巨猪部队 是不是 再往后看有切伦 这是一个大王吧 绿色大王吧 升级之后是一个黄色的像龙龟一样的生物 这个派系的顶级部队叫做龙人 没错 龙人 升级之后就是绿色的巨龙了 再升级升到巨龙长老 或者叫他火龙都可以 游戏首发了目前就这四个种族了 不过制作团队说 后续的话还会再推出这个种族包 这个感觉就很熟悉 对不对 很VA 那么如果说这个游戏卖的比较好 评价也比较好 后续更新也比较好的话 也可以成为我们继续全面战争之后的一个常玩的游戏 毕竟我玩这段时间 对这个游戏的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当然游戏的问题也是有的 你比方说游戏大地图玩到后面特别卡 优化不行的问题 还有就是AI的巡路逻辑有时候出问题 它会在两个传送门之间不停的传 一直传到没有行动点之后才会停下 非常的拖时间 但是这些都是小问题 游戏毕竟才刚刚首发 好 那么现在我就随便开一把给大家先看一下这个游戏的界面 包括画风还有一些这个游戏的特殊机制 那么首先来看一下这个画风 在像素风格这个领域里面 这个画质已经算得上是非常非常不错了 但是我知道有一部分观众 他对于这种像素画风是不太能接受的 他只觉得这个画面颗粒感很重 画质很差 但其实这是画风的问题 并不是画质 游戏的主要玩法就是英雄无敌 我们只需要讲一下跟英雄无敌不一样的两个方面 一个是建筑 我们这个初始成证 你看可以花这个资源来进行升级 升级过后你会解锁更多的空地用来建造建筑 那么这个建筑是分为小型中型和大型 这种在空地上建造建筑的模式就很像三国志十一 城市旁边一堆空地你想怎么盖怎么盖 而不是像英雄无敌那样点开城市 然后有一个城市的建造界面 建造建筑一个在里一个在外 这算是第一点不同 那么第二点不同就看左上角 人物头像旁边有五颗精华 分别为秩序精华 混沌精华 毁灭精华 创造精华和奥数精华 这其实就是你的施法原料 它不像这个英雄无敌采用魔法值 你在上一场放完魔法之后 下一场可能就放不出太多魔法了 这游戏不一样 它是通过你部队身上 你看带着精华 不同的部队带着不同的精华 那么只要你活跃在这场上 每一回合轮到里洞的时候 都会给你的英雄提供不同的精华 然后使用这个精华来释放不同的法术 我们NV打开这个魔法列表 就看得很清楚了 它分为五系魔法 还有一大堆的这种混合系魔法 只要你有了相应的这种精华 或者说各种颜色的蛋 你就可以释放这些魔法 当然这些精华 也并不是只会由你的部队来提供 它还可以通过装备 点的技能 还有你科技 研究这个地方 通过各种途径来给你增加 那么这一点也是和英雄无敌 最大的一个差别了 那么除此之外 和英雄无敌还有第三个差别 刚刚说了这个建筑 说了这个防术 第三个差别的话 就是这个部队 这个部队的话是有上限的 而且部队的格子数也是有上限的 这个格子数的话提升起来比较容易 只要你英雄升级 然后升级领导数就可以解锁 那么这个部队的上限的话 就要在研究里面 提升它的最大的部队规模 而研究建筑是需要最大的建筑槽才可以建造的 那么像我们这个派系的话就有三种顶级建筑 一个是造龙人的 还有两个就是两个科研建筑了 那么你要造哪一个也是要看你自己抉择的 这个建筑的话主要是加强部队的 然后旁边这个的话是解锁这种法术点 这个部队上限等等等等 还有一些资源的产量 OK那么这个游戏和英雄无敌最大的三个差别 我已经讲完了 那么其他的部分的话和英雄无敌差不多 我就不赘述了 我们直接重开一个打正式开始 这个游戏我玩下来反正感觉有两个硬伤 一个是地图是非随机的 目前能选的这些地图都是固定地图 而且这些地图 有些是限制你的种族 有些是限制对手的种族 另一个硬伤是敌人 它会出很多的英雄 然后它的部队就非常的分散 而你只需要一支主队 一点一点的把它各个击破就可以了 所以说我们现在要玩的话 一定要改一个设置 就是这个最大行者数量 我觉得改到三就差不多了 你自己三个够用了 然后敌方的话部队再拆再拆 也最多拆到三分之一 我们就玩这个四方会战 它是对于种族来说没有要求的 都可以选而不是固定的 并且是四人图 是个大击图 之前我玩的就是拉纳种族 我准备再玩一次 因为我就比较熟了 我们的三个敌人 就是另外的三个种族 也就是亚里昂 洛斯和巴里亚 然后难度是只能选一般 它没有困难和激难 我们这个英雄的话 选择的是拉克拉纳之怒 刚刚忘记说了 它的主要能力就是战斗训练 加你部队的一个额外伤害 并且还带了一些这种 近战和远程的攻击加成 初始我们带着四只挖人守卫 和十一只猎种 那也就是灵溪毛兵 然后来看一下我们家 开局资源的话 是足够直接升级营地的 可以提高我们的黄金收入 直接升级 然后补出一个伐木场 然后下一个核 我们再补出一个采石场 然后基础建筑肯定是要造的 然后看一下我们周围 这个东西是水车可以给钱的 尽量把它第一回合捡到手 然后再把这个捡掉 OK看到没有 每回合200黄金还是不错的 这个救营地的话 可以选择要部队也可以要钱 OK然后我们过回合 这游戏的过回合反正硬伤挺严重的 就是敌方的行动是不会加快的 都是一颗一颗走 不像我们双击右键的话 还可以瞬间移过去 游戏开始的话还好一点 这边我们拿14个猎手 再拿一袋钱 再拿一个武器 一把巨剑非常不错 现在我们就是一个蜥蜴人 扛着一把巨剑 把这个战斗训练 赶紧升上去增加我们的伤害 升到3D之后 可以额外的反击一次 也是很强的 这把匕首的话 其实对我们来说意义就不大了 除非我们有个盾 OK然后我们家里面 第二回合再造一个采石场 这样的话 每回合都有一个保底的资源收入 那么这张图的话 其实不是很缺石头 你上来造两个伐木场 也是没问题的 第三回合 我们去摸一下这个巢穴 它是可以掠夺的 虽然说我们现在兵力很少 但就是可以掠夺这个巢穴 这边又一个营地 目前家里面的资源 还是比较少的 基本上你是造不了中型建筑的 大营建筑的话 你要把这个升到3本 才能解锁 所以说我们现在 就在这个小格子里面 再造几个资源建筑 比方说我们再造一个伐木场 英雄的话 我们现在造不了 得升到3本 然后才能有更多的招募位 我们这个派系 要造龙人 要造青龙 红龙 都是需要这个琥珀的 这个东西在我们门口 非常关键 而它这个实力的话 我们把这个摸掉 滴水值得打赢 应该问题不大 这个蛙人守卫 可以增强周围友军10%的防御 还是很不错的 由于我们没有远程单位 所以说的话 就没有必要一定要去占据高地了 但敌方也没有远程 那行 那咱们就这样子 让这个主输出 站在高地 然后呢 居高零下 获得一些buff 然后你在旁边 再提供一个防御的buff 就很不错 等它冲过来 我们直接过 这里大概是20多个步兵 和一个公羊战士 这份实力 我还不放在眼里 来吧 这两个单位 两回和过去 给我们提供了两点创造 不 是四点创造 和两点的毁灭 那么我们可以放一个大地的屏障 让我们这个灵犀毛兵 它只能两个方向遇敌 他这一刀也能砍死我两个人的呀 但他被我们杀了一个单位之后 给我们全体上了一个激励 失恋的攻击和失恋的防御 让我们这个蛙人守卫 先把这个锤子 因为他一打他的话 太浪费了 好 好 还行 还可以 一打二 过 死 OK 损失六个单位 还行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战斗训练 给到三级 这样的话呢 反击加一 牛啊 然后拿到这个矿山 加一 非常舒服 捡个钱 捡个木头 酒馆的话呢摸不着了 OK 然后家里面再看一下 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造一个萨满小屋 给我们提供远程部队的招募 它是每规合都会加二的 然后剩到二级的话出智者 智者的话呢 可以给周围的友军 加进攻员工和主动性 主动性越高 你就越先动 这个P屋的话呢 就先不要了 这个猎手虽然强 但是死起来也很快 我们这个左下角 居然还有个中立的萨满小屋 我拿这个就有点舒服了 这个就有点舒服了 掠夺酒馆五百块 这还有个水泊坊 错 我先看一下这个吧 这个 先抢 一千八 这种破烂装备 意义不是很大 能拿钱还是拿钱 简单 打了 这种处置部队 死一点也没有关系 只要能增长 我们每回合的经济 就尽可能的把它拿到手 二四八 这不是爆杀吗 这个小精灵 他可以待会直接A到这个位置 他的伤害其实不低 十七 我们这个多少呢 加成过后是五十一 要知道我们这个是加成了三十多的 所以说其实我们跟他也差不了多少 如果你要走到这一格 高地和险虹都要的话呢 你会被他多打一下 如果他先动的话呢 还能提供一个buff 死 砍不死 砍伤就等于白打 这游戏你只要玩过英雄无敌 那上手就是轻轻松松了 OK 又每回合多两百块钱黄金 现在已经是1400了 这台第五回合 下一步我们家里面 要把这个萨满小屋 给他升离升调 是需要三个月光丝线 尽量去找一找 哦 这边就有一个 三个正好 不错 然后呢 去把这个萨满小屋给剪了 他直接给了我20个招募啊 那这个可以啊 相当于是我们7天的一个数量 而我初期还一直在搞经济建设 尤其是黄金嘛 所以我是有这个钱的 哇 那我无敌啊 我这个开局 咱们家里面把这个升掉 哇 我直接就可以把手上的部队 给他升级到这个二本了 哦 这台第六回合 花1500块钱 可以造一个市场 在这个中格里面 然后呢 就可以花钱 把这个东西买一点 就可以把我们这个初始资源的 这个建筑给他升级了 也是很关键的 1500也不是很贵 然后这个市场呢 也是越多 那么这个买东西 或者卖东西的 价格也会越优惠 我这个种族是 沼泽加蜥蜴人 就是英雄物体的沼泽 加上战垂的蜴蜴人 我个人是这么觉得的 可能不是很贴切 哦 这还有一个矿 是一个石头矿 反正我现在有远程部队了 打起来肯定是很轻松的 那么游了远程的话 我们需要看一下高地的问题 但这张图没有高地 部队移动的话 是会减50%的攻击力的 哪怕你走完之后 把它纳入到了你的致命范围 先放一倍再减50 伤害是不变的 所以敌人这种跑得特别快的小精灵 就非常适合我们远程进行打击 直接秒打 很舒服 下一步的话他也碰不到我们 不错 还能再打击一轮 造个路障 这个人一刀应该砍不坏 他为什么不砍一刀 他想绕过来是吧 那这不给你机会 绕过来是不可能绕过来的 二二二三种弹 过 到我们这个部队动的时候 已经是二三三了 那么二三三的话 就能放爆炸蘑菇 因为他需要的是三创造三毁灭 来 那没了呀 地雷加路障 好家伙 砰 全炸不死了 虽然炸不死了 但其实跟炸死也没多大差别了 还有一丝 哎呀 这个地形可太美了 过 过 碰 这太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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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回合应该能秒杀了吧 应该能秒 来一招灵魂之矛 再来一刀 我们这伤害还是带毒的 很强 灵损 拿下自飞 我这还是没有升级远程部队呢 我要是升个级 这个周围部队还能获得那种BUFF 复加尘哪真的叫无敌了呀 石头矿也有了 咱们家里面再攒四个木头 也就是两个之后 就可以升到三本了 它一共有五本 它不同的图 不同的加 可升的本数是不一样的 我之前玩的那张小图 决斗的只有三本可以升 就只有一个大型格子了 你像这个可以升到五本 我估计顶级就是五本了 应该能出现三个大型格子 把这个法布场升了吧 好 这样一来的话 这个其实就可以拆掉了 我好像不应该拆的 因为这边这个市场还没造完 二级建筑需要两个回合造完 我应该是等到下回合再把这个拆掉 因为拆是秒拆的 造是要回合造的 哎呀 有点尴尬 OK 我们的交易所建造完成 不错 随着时间的退移 敌方力量更加强大了 像这个敌方力量 如果说你不限制他的英雄数量的话 真的是很可笑啊 弱的抠脚 蘑菇农场加黄金数量很不错的 然后我们回来 把这个部队 能招的全部招掉 然后再把我们现用部队能升的全部升掉 六千七百五十块 简直不可思议啊 这才第几回合 这才第八回合 我们就已经拥有了一只接近满队的智者 给予一格内的友方部队五点的进攻和五点的远攻 还有五点的主动性 并且攻击其他部队的时候给予四点的毒素 升级之前的话是两点的毒素 我们顺势北上 九个的话 拿了吧 这个位置也有一个可以抢劫的位置 一些小步兵 这个自动的话呢 其实有的时候还行 有的时候挺坑的 我们就来试一下 就凭我现在这种碾压般的实力啊 最多死两个小毒兵 这他 怎么跟我想的差距这么大呢 我之前自己打的那把 手上带着好几条龙 然后出去这种非常简单 就一个自动一个兵都不死的呀 反正后面格子有限啊 这个灵犀毛兵 或者这张猎手啊 基本上会被我们用这个蛙人守卫 和蛙人守卫的升级版替代掉 亏点就亏点吧 至于这个市场的话呢 我们暂时不需要买东西 这个市场你看 我们现在卖一个石头啊 是50块钱啊 如果你是两个市场就是卖60 三个就是卖70 石头和木头价格是一样的 就是卖50 买350 7倍的价格 包括下面节特殊资源也是一样的 7倍的价格 所以啊 我们初期拿到这个建筑 就是产这个古代琥珀的 相当于每回都赚700块钱 啊 很关键啊 很赚的 武器架 解放者 解放者不用上这个墙 这是个连加 不错 这个应该是抢劫吧 哦 这个不是抢劫啊 我老想了抢劫的 那这个也不是抢劫啊 哎呀 有点小亏啊 因为他这个每回都75 不算多啊 月光四千四根 哦 3300块钱的宝藏 很舒服 给他五个这个 他给我什么呢 看一下啊 哦 十点攻击力啊 妙啊 这个感觉像是一个废弃的传送门啊 行 然后我们现在的话呢 往这个位置走啊 把这个农场给他站起来 然后资源够了 我们赶紧把这个老家 升掉啊 升到三本 上三本的话呢 是多了一个大格子 这样的话呢 我们可以铲出这个龙人了啊 这龙人一界的话呢 是个远程 上还可以啊 血量的话有五十 二阶啊 就是绿龙啊 也叫巨龙啊 三阶的话就是这个红龙 或者叫巨龙长老 但是要的资源啊 还是很多的啊 初期的话我们先出个龙人 呃 但是我们刚刚交了五点 这个东西出去啊 感觉短时间之内就 哎呦 有点亏啊 就是你晚造一回合 你就会少一条龙 少一只龙人啊 旁边的中地呢 我们可以选择造这个泥屋 出这个很不错的肉盾啊 挖人守卫 也可以选择出这个 捡别人防御力的爬行者 或者呢 你直接出这个 窃轮圣索 出这个大王吧 这个大王吧 是你把龙人 升到巨龙的必要建筑 而且呢 他是带一个远程的护盾的 还是不错啊 他们俩的这个精华区别是 创造奥数和创造 所以说这个会稍微好一点 但是呢 这个泥屋是 如果你再给他一些额外的资源啊 他是可以 一回合产两个兵的 产两种兵的 而这个的话只产一种兵 所以我打算就直接 不对啊 这个东西也要琥珀呀 这个是要木头了 那我估计还是要先到泥屋了 第十回合啊 我们先把这个龙蛇给他抢了 给他占了啊 给他占了 然后把这个钱拿掉 这个我现在是一个零食加成 呃我们先占这个 然后这个是抢劫 抢完这个啊 下个格我们把这个星铁矿给他拿下来 有了星铁矿厂 稳定的星铁来源 家里面这些东西呢 就可以把它全部升级掉了 别看好像我们家里面 只有这么几个小格子需要升级啊 后面其实地图上有很多那种小的聚集点啊 像我们这个家里面是一个大聚集点 还有小聚集点 都是需要造这种资源建筑 然后升级的啊 所以说这个资源也是很重要的 这个泥屋啊 看到没有 已经是够资源造了啊 3000块钱 第11回合啊 我们赶紧过来把这个强盗给他抢了 简单难度啊 直接开打 这个强盗的话呢 是从周围啊 伏击你知道吧 特别像全面战争的那个伏击战啊 我这边挖人守卫的话 肯定是要放在这两个智者旁边 然后加防的 那么这个猎手 或者说灵性毛病 他就很惨你知道吧 好家伙 你这一轮都挺不住啊 我们这个单位一死嘛 敌方全军啊 就加了个激励 这个就有点危险了啊 有点危险了 不过呢 最起码我们这两个远程单位 周围没有人 他是可以进行一个正常的远程攻击的 这里不要攻击啊 直接过 完了啊 这就有点尴尬了你知道吧 他现在骑到我们脸上 我如果打他 他就反击我 如果我想这个远程攻击 不行 因为他在我脸上 而且我往后退的话呢 他还会借机攻击我 哎 这就很尴尬了啊 感觉这个强盗 还是要再稍微强一点再来 好像一刀砍死我两个 我可是高级部队啊 就很亏啊 哇这个狼 哇哇哇哇哇 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 出事了 Holy shit 我感觉我不应该进来 不行不行这太亏了 亏成麻花了都 作为有蛤蟆的一个派系啊 使用一下这个古圣魔法不过分吧 哎我们就不打他了啊 这东西还是比较强的 虽然写的简单啊 但确实是有点难度啊 主要是他那个位置不好 呃而且呢是他先攻 导致我们的远程部队呢 就不能正常的发挥火力啊 你看这种正常作战的话 我们就很占便宜了 准备抢占高地啊 还是让我们这个灵溪潮 忙上去扛啊 早死完死都是死啊 你就尽可能的多发挥下作用 对不对 我们先走上来啊 走上来的话呢 是为了后面射他用的 这个家伙效果走不过来 而他的话呢 有两格可以过来 所以说你就算拿着东西挡一个地方 也没用啊 也没用 哎不对 我可以用这个蛤蟆挡到这个位置 然后路上挡到这个位置 这样的话呢 灵溪长矛可以活下来 他配吗 看下伤害啊 他不配 他不配 咱们这样啊 减时间主动性 减时间主动性的话 诶等一下 减时间主动性的话 我可以把它拆到后面去 让我们这两个远程限动 诶 诶 也许你能活下来哦 没机会了 哎呀舒服 打击地方主动性啊 就是这么爽 相当于是我们远程部队 连续出租了两轮啊 他这个公牛战士都没动一下 咱们这边直接升这个领导弹能啊 让我们这个部队上线增加一下 然后呢把这个新铁矿场直接拿下 哎呀舒服啊 这里有包钱啊 其实这个钱的话呢 可以让这个副队来捡了 因为我们不是三本了吗 三本就可以招这个副队了 那么这个副队的话呢 我们可以选择 看到没有啊 专门驾驭灵溪的 齐卡姆风暴召唤者 他可以分加这个部队10%的伤害 并且使猎手和风暴手为伤害额外加一啊 不过我还是更加喜欢这个家伙 拉纳学者斯拉金啊 他是加经验的 作为二队的话呢 还是很不错的 而且你看 有一个攻击去增加 初始部队呢 直接是龙人 这个龙人是1000块钱招一个啊 相当于是部队啊 价值2000块 他这个英雄呢 只值500 其他几个我没有具体算过啊 可能也比较划算吧 但是我还更加喜欢这一位啊 龙人 你去右边把旧营地的兵给他拉出来 就拿兵吧 月光四线 狼牙把我拿钱啊 这种破装备后面有的是 我们在市场里面买上一根木头啊 现在不是有两根吗 350买一根啊 然后呢 把这个蘑菇农场给他删掉啊 这样每个多150块钱 看起来好像是我们亏了这个一两百块钱啊 但其实也还好啊 因为我们现在木头不多 你后面的东西呢 肯定是要买的啊 只不过我们现在是提前买了 提前买了 提前赚黄金 还是划算 敌人已经出现了 希拉兄弟 不知道身后有没有追着一个白毛的猎魔人 这边我们赶紧把左上角探完 二队的话赶紧把资源捡完 知识之渊 还武 加进 然后把这个钱捡了 3400 15斧 又是800 这里是捡到一把古代利刃 哦这个应该是单手武器 诶 加9的单手武器啊 强啊 家里面这个泥屋啊 已经造完了 看到没有 你可以花1500块钱和五个月光丝线啊 让他同时产生爬行者 还是不错的啊 资源的话也是够的 人生掉 造龙人的这个燃烧洞穴的话呢 我们还差四个啊 孤单狐狐 如果要买的话 2800 其实也还好 那买了 哎 所以我说嘛 这个游戏里面钱啊 就是最重要的 你有了钱别的资源就随便买嘛 市场越多还越划算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 左下角这个位置啊 哦 希拉兄弟 斯拉金 离我们真的很近啊 真的很近很近 你们会发现他这个AI啊 移动的时候还特别卡 是不是 一顿一顿的啊 不过作为一个刚刚发售的游戏啊 都可以接受 好吧 只要他内核啊 就像我们目前给大家展示出来的这部分 好玩就可以了 对吧 哦 又是一个农舍啊 赶紧抢了 赶紧站了 为什么老想抢农舍 主要是因为他这个游戏里面很多都是 都是抢劫的 你知道吧 就 很少的一部分是这个占领的 哦 敌方都已经开始逃跑了 我这么抢的呀 冒炮的沼泽 哦 哦 挤了两个这个很不错啊 这个我记得是那个 类似于亡灵族的那个派系的高阶步兵 甚至是巨兽啊 好像还蛮厉害的 乐观主义加防加主动性加部队机动力 那这个挺好的呀 正好这个老哥已经冲到这儿了 你们看到没有 25到100个单位 呃 我们这个二队 挡住他我觉得也不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因为我已经有好多兵没有招募了 而且马上龙人也要出来 他自己还自带两个龙人 对不对 挡住应该没问题 那么我们主队的话呢还是继续啊 在外面四一妄为啊 赶紧探完资源回家 十一个萨满 拿啊 为什么不拿啊 我们家里面还可以过满城墙了 看到没有 三千黄金 十五石头 五个木头 哇哦怎么样 一下子就有了这种城市的感觉了啊 之前的话呢 感觉像是那种巨居点啊 小步路是不是 现在的话 呵 一个稍大的巨落啊 他没有占我这个矿的话呢 就有问题 这就已经不死不休了 咱们这个二队的话呢 正好回来招下兵啊 你可以选择在这个招兵点 就是走一招兵啊 也可以选择直接走到中央营地 然后统一招兵都是没有问题的 四千四百八 两千 一千 就这个爬心就招不出来 没关系啊 我们先把这个放进来 他这个挪部队的话呢 稍显繁琐啊 不过呢 其实也还行 简单威胁等级 哦 他带了一帮老鼠来我家打秋风啊 你可太看得起你自己了呀 来 再走两格 正好可以攻击得到 也可以选择放技能 伏击啊 你可太看得起你自己了呀 攻击第一个进入你至死范围内的敌人 啊 我这下伏击吃到了这个占定50%的攻击加成吗 如果没吃到的话也有好处啊 就是如果我刚刚走到这个位置 然后攻击的话呢 是会有个-50%的那个debuff嘛 而且的话呢 他走过来是可以A到我的 但是我在那边伏击的话呢 就他A不到我 我可是龙人啊 你这也是小耗子 连鼠人都不是 你要是个鼠人 我还有点处你可能从屁股里面掏出一个核弹来啊 哦 还抢了他的两件装备啊 非常不错 这游戏里的英雄一旦被敌方击败的话 装备啊会被敌方这个掠走 而且呢自己会回到城镇复活 要么五分合之后免费复活啊 要么就是你直接花钱两千多块钱复活 嗯 接着增加经验 很舒服 然后呢去把这个矿站回来 下回合啊 然后我们主队啊 啊 这叫什么主队啊 活都让副队干了 月光四线 切得跟刚刚那个差不多嘛 也是要资源啊 我正好又够了 哦 直接给我升了一击啊 哦 那这个应该到后期再来拿 是不是 前期的话五升六要进入不多 有点亏啊 机械鸟 五点主动性 还不错啊 先攻这个东西啊 无论在哪个游戏里面都很重要 一到五一到五啊 那没了啊 那你没有任何机会啊 你会发现我这一局啊 自从我招了就是满队的这个东西之后啊 然后再给它升级 就顺风顺水了啊 真的是顺风顺水 也很正常啊 因为你这个远程部队一旦堆起来啊 数量少于一定限度的底量 就是还没接近啊 就被你杀光了 这游戏呢还算好一点啊 就是它的护队上限的话呢 得靠这个科技才能往上堆 比方说这个远程啊 它一队只能三十个 然后你看我现在是二十八个嘛 二九个分成了两队啊 如果堆在一起的话只能三十个 你像那个英雄无敌的 它没有上限啊 你一个格子可以堆几千上万个 从它的这个行进轨迹来看的话 它最多捶死我这个灵系枪兵 下面这一只的话 我们让这个蛤蟆往这一卡 也是安全的 没有问题啊 那么相对来说的话 这个家伙就比较麻烦了 降低100%的部队机动力 哦 因为我们现在部队多了嘛 部队的个数多了啊 所以说的话 我们这个弹啊 或者说奥数啊 长得就快了啊 很多的法术都出现了 很不错呀 这个缠绕真的就很不错啊 六个创造和六个奥数 不错不错不错 那上面这位啊 你就别动了 哎 这不得怪我啊 该饶你死啊 灵系毛病 哦 它的伤害还是群弓呢 就跟我们这个派系的龙一样 龙的话呢 是一个数条的群弓 它是一个横条的群弓 地雷的话 一个 两个 三个 保护好我们的灵系毛病 不仅没保护住我们的灵系毛病 还死了一只蛤蟆 血亏 不过呢 不过呢 也问题不大啊 都是前排嘛 那么自此我们的灵系毛病啊 就全部死光了啊 后面的话呢 基本上也不会再造了啊 毕竟城市的格子呢 它是有限的啊 哦 这就是个小居地 看到没有 就是个小城啊 和我们这个城的话呢 性质上其实一致啊 只不过我们这个比较大啊 格子比较多 而它的话呢 只能升一击 二队过来把这个琥珀站回来 然后这个好像还没摸吧 对摸一下啊 然后把这个地窖啊 再掠夺一遍 哎 没想到吧 我又来了 哎 哎 我又来啊 已经掠夺过了啊 行 然后呢 我们的主队啊 把这个小城站起来 很舒服啊 那么造什么呢 不用想啊 再造这个蒙古农场 然后再把这个小型居地啊 给升级 多一个格子啊 多一个格子啊 下个格子再造一个 蒙古农场 就产前啊 然后顺着这个格子呢 我们造市场 降低我们那个买资源的价格 这个位置 我们再拿一点萨满 钱拿光 然后准备回价 OK 到这里呢 我们真福之歌的第一期视频啊 内容就差不多了 其实后面还有很多内容啊 只不过呢 我们一期已经放不下了 大家如果喜欢看的话呢 一定不要忘了点赞三连 另外如果你是从头看到现在的话 约弹幕也可以走起来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会